他们的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 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 走进中国文艺 重温经典记忆 向经典致敬 与时代同行 中国文艺周末版系列节目 向经典致敬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彩蛋卓马 不知道彩蛋卓马老师还记不记得自己是多大年纪的时候第一次登台开始了歌唱道路的呢 18岁的时候我们青铺连 里面有个舞队 他们说叫我去唱唱 我就去唱了 等于说18岁的时候是正式开始唱歌 对 正式 我想看彩蛋卓马老师在这60年的艺术生命里 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了那么多经典的旋律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共同回顾彩蛋卓马老师的艺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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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共同回顾彩蛋卓马老师 在那个年代看过现场的演出吧 羡慕得不得了 因为我比她还要大一点 但是她出名的时候我还没有名 彩蛋卓马老师那会儿您多大 二十七八 二十七八岁登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当时有没有觉得了不得了 确实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 当时在北京准备搞东方红的时候 敬仰的周总理说 我们少说明自己的演员 能够担任地叫他们来参加一下 主要的这个节目 您看彩蛋卓马老师 这张照片 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 最边的那个是您 我在这儿 周德和毛主席当中 我们演出完了以后 毛主席又接见我们群的那个东方红的演员 总理在跟毛主席说 那个东方红里头 白蛙能够站起来里面的唱的就是他 主席一看 主席马上就握手了 我就抱着主席的手 就抱着就不放了 主席的手是什么感觉啊 非常很厚 很有那个福气的那个手 我真的一抓起来 哎呀这个手里头暖暖暖暖的 其他演员叫我给我握手 他说你今天给你走心 给你握手来 一定要跟我们来 给我们也握手 我自己确实是 那天大家都没有这个握手 我自己一个人都能够握手 幸运 幸运 真的幸运 我在上海院学院在学习 因为上海气候不太适应吧 经常感冒 然后就是那个板刀线经常发炎 老师说就干脆你先那个板刀线 割掉会好一点 医生说 现在他暂时那个手术不行 因为他有点那个叫什么 白血球第一 你们拿点药吃吃 慢慢那个白血球可以好了以后 你就回来再可以手术 后来到北京以后 参加东方红以后 我的那个扁刀线也好了 也没有手术 一直都一直都现在 也没有放过 您刚才说排练之前还是发炎的 那个排练密度有没有影响啊 那个时候年轻小身体也好 也没觉得很累的感觉 有一天 那个突然那个电停了以后 那个麦克风没有 我不知道 朋友就在唱 后来我一下来了 他们说 你怎么没有麦克风 你怎么唱的 我说我不知道 反正我那个到那个我时间的时候 我进去我就唱 所以能站在舞台中间 我温然不动的 就是有实力的歌唱家 我能够在这个 参加这个东方红里头 演出我也没什么 什么了不起的 是 全国人民对西藏人民的热爱 咱说了这么多 彩蛋捉马老师 东方红这段的表演 观众朋友们想不想听 彩蛋捉马老师 今天现场的演唱啊 我们掌声有请彩蛋捉马老师 谢谢 胜利鸡 art of 虚规及鸡软 咱院行呐小 required 咱家裡還有 抓它贷心 啊 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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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 刘三姐 按照专家的考证 关于歌仙刘三姐的传说 不仅起源早 而且范围广 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次大会演 让刘三姐在广西落了户 由此也成功吸引到了 一大批影视工作者的注意 刘三姐确实在传说里 都是一个极其广彩 极其度有个性的一个 民间的歌手 乔宇问怎么样 我说乔宇 我实在不喜欢这个 但是 我们要搞电影 我们不能找他来干 在好朋友乔宇的劝说下 苏里同意了拍摄计划 于是他们一个楼上一个楼下 一个改剧本一个写分镜 十天之后 电影剧本《宋审通过》 请问小姑娘 你是哪家的神仙 我是仙家 不是山楠 我是山楠 汉茶海南南 我们俩搞剧本的时候 就是何叫个刘三妹 刘三妹年轻一点 还能够可爱一点 不要我们改成刘三姐 你看现在 你要看这个 你就能看出来 刘三姐姐这样子吧 她不平均吧 妹 您是刘三姐 对对 是刘三姐 这么一对口型 还发现 其实在影片拍摄的时候 还是叫咱三妹的 您更愿意 人家叫您三妹 还是三姐 因为民间传说 就是三姐 那个时候 可能觉得我太小了 想叫三妹 那后来导演说 那比她大的 就叫她三妹 比她小的 就叫三姐 那统称三姐吧 那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那会的拍摄条件 跟现在是没法比的 让您印象深刻的 有什么样的 这个拍摄情境 能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吗 当时呢 是60年 那个时候是 三年自然灾害了 非常的贫穷 所以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 也是非常艰苦的 因为都是外景嘛 那个广西的外景 桂林的山上 非常的炎热 我们那个蚊虫啊 特别厉害 小小的像芝麻 那么一点大 我有咬到身上 真的是很难受 有的那些赵明的师傅吧 那个身上吧 小泡变大泡 大泡变小泡 流了一身的那个血水 缠了满身的纱布 还在那里作业 所以你看我有一个镜头 只有三个近亲人 这两边吧 都湿了 湿了 但是你要想把它 马上处理干净嘛 是不可能的 因为太热了 后来嘛 那个服装师 老跟我打扇子 又跟我蹭伞的 哎呀 我觉得心里很 故意不去 后来这位服装师说 哎呀 他说三姐啊 这是我们的工作 他说你别介意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的 所以跟您交流的时候 其实都把您 当成那个人物了 对对对 都叫我三姐了 到现在吧 人家都不叫我的名字 都叫我三姐 叫我名字 可能我还一下 还没反应过来 如果说我这一段道路 走得很平坦的话 我觉得是跟他们的 留给我的印象 是分不开的 只有三哥近亲人 您今天为什么要选择 这样一句话 来向经典影片致敬 我觉得这样能够代表 我的心意吧 这么多年了 观众朋友们 还那么对刘三姐的厚爱 一直给予支持和鼓励 所以今天有这么机会 向经典致敬 那么我用这三哥 也来向我们的 父老乡亲 观众朋友们致敬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晚秋老师 有请三姐为我们带来 《只有三哥近亲人》 好 谢谢 我谢梦 我谢四方中相亲 我竟没有好茶饭 只有三哥近亲人 啊 近亲人 何厌 山这 三哥 Kalim 都只要擦 红头戒 十 aan 乃鲤 义小散 十 � 高山河 树秋园 阔江秋 山河能把海铁铁 上天能跟乌云走啊 下地能醉无故山 谣无故山 好歌山也 山洁开口 彩虹中 歌声海滴当道里 浪贯师傅 都问你 去小独 我没去小小羊羞 若是能了才寻常啊 绒毛呀在初夏河 呀初夏河 绒毛呀在初夏河 呀初夏河 啊 这晚秋老师今天一唱这歌 我们一下就回到电影的情境当中了 我也想请今天各位在座的嘉宾 跟我们共同回忆一下 当年这部电影播出的时候 到底火爆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当年首次公演的时候 那年我正好刚出生 所以我没有看到它的 刚开始的公演情景 但是应该说这个片子 应该有过两次公演 那么让我们这些人广泛认知的 应该是第二次公演 1978年的初期 那时候还是当那部片放的时候 那时候总政 歌舞团 我们那些艺术家们 大家是看的这个专场 当然很多人都哭了 就是这个刘三姐的这个题材 实际上从南宋就有了 它之所以这个这么长时间 能够流传下来 我觉得是它这个 不仅仅是一个明歌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它囊括了我们 中国历史发展当中的 我们的一种文学诉求 应该说把明歌跟这个 中国的这个文学能够结合得 这么好的《刘三姐》这部作品 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佳作 谢谢贾东老师 光西到处都是命歌 反正所有的命歌 都说是刘三姐的歌 雷震邦的这个人 为人就很好 他做这个作曲非常认真 他为了做这一部曲子 他到广西跑了很多地方 收取了很多种资料 由作曲家雷震邦 根据广西民歌 整理创作的电影音乐 通过荧幕 传送到了全世界 也不断被后来人 改编和传唱 什么睡眠共摆头了 有此结果报数字类 都了直到棒棒桥了 多谢了 歌曲家雷震邦 我俩借桥 听白年夜 我和三街 朝山歌雷 这边上来 那边 河 整个河地 沉江吹来 我和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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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刘三姐》当中 其中的音乐和山歌 让很多人 可以说是久久不能忘怀 刚才平安也说到了 在这部电影里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一种演唱方式是 对歌 我也查了一下资料 对于这种对歌的形式 其实有一种专业的叫法 叫做盘歌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听一个比较完整的 又具有现代感的盘歌了 那我要请王熙 还有莎莎 带给我们 来掌声欢迎他们 一边 什么水面大根动类 什么水面几个笼类 什么水面橙阳散类 什么水面公白同类 嘿 有嘴水面大感动嘞 嘿 聊聊咯 那尘水面起高咯嘞 嘿 聊聊咯 喝一水面成阳散烂 月月水面总白走嘞 嘿 什么有嘴不讲话嘞 嘿 聊聊咯 什么无嘴闹喳喳嘞 嘿 聊聊咯 什么有叫不走路嘞 什么有叫走前驾嘞 嘿 无嘴闹喳嘞不讲话嘞 嘿 聊聊咯 从路嘴的咖喳嘞 嘿 聊聊咯 半个有叫不走路啊 大愁就走前驾嘞 嘿 半个有叫不走路嘞 大愁就走前驾嘞 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 本期人物雷震邦 1962年 长春电影制片场准备拍摄冰山上的来客 导演赵新水找到了雷震邦先生谱写该片的音乐 雷震邦为了完成创作 多次前往新疆塔吉克族地区 以及南疆进行采风 最终确定 以塔吉克族和维吾尔族的音乐 为创作的源泉 一代人口口相传的经典族就此诞生 花儿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做 黑红的好香 红的好香燃烧的火 好香灵烧纯铁笔又一块铁 家是我可爱的家乡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影片中的这些插曲 依然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据我所知这是雷正刚老师 经过采风而得来的作品 是这样吗 雷雷老师 对 那您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吗 那个时候从长春到塔什库尔干 需要先坐火车 坐飞机 到了乌鲁木齐 然后在那儿再坐飞机到喀什 然后还要坐那个邮政的车 要等好多天 都得一个星期出去了吧 那要半个月 半个月才能到 有一个乡岛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 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 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 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 喝着奶茶 吃着香喷喷的馕 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 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契乐曲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 后面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 是一个塔吉克的契乐曲 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 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前几年呢 拍那个电视剧冰山上的来课 是我来作曲 所以呢 我又重新走了一遍 我父亲采风的路 非常巧的是 我到了喀什 然后也是找到了 他们的这个文化馆的同志 然后他说有一个老同志 他非常熟悉 另外呢他是汉族 然后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 当时你爸爸来的时候 就是我是向导 我领着他去采风的 真的特别巧 我都没想到 然后到了提子那乡的时候呢 人家介绍的一个歌手 他跟我说 你父亲当时采风来的时候 是我爷爷给他演唱的 这能不能说是 明天当中的缘分呢 我也像他一样住在老乡的家里 另外呢 我还到了5400米的 洪奇拉普的边防站 因为当时我父亲说 他要去一个少恰 但是呢 因为特别高 他说最后快走到的时候 但是他觉得 他的心脏都不能承受 最后就是差那么一段距离 他就没有到 但是我说我要去 我去了 那因为我也是做的 作曲这个工作 对 每一个作曲都要这样去深入生活 去到一线 去采风 才能创作出 我们广大的观众喜欢的歌曲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嘉宾席也请到了 这个歌唱加油鸿匪老师 和金正健老师 我想请两位 能不能带来 《冰山上来客》当中的 那首经典的作品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们向雷震邦老师致敬 好不好 有请二位 有请二位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六 questions 哇好笑 好开心 红等好想 fingersé huo 好了 不是 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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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的好香燃燒的我 好香中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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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兒為什麼這樣寫 為什麼這樣寫 哎 寫的是人 寫的是人不忍離去 她是用了青春的血液 來教我 哎 寫的是人 寫的是人不忍離去 她是用了青春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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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又是一個那種非常慈愛的長者 她在中國電影音樂的歷史上 佔據了一個很高的位置 應該說她是一個帶有里程輩性質的人 她在對民間音樂民歌 在這個研究 尊重 珍惜 改編 創作這個過程中 她走的一條路是 應該說讓很多人都是非常仰望的 以致讓我們這些人覺得 這條路不能再走了 因為她把這條路已經走到了一個 達到了一個很高的一個高點 大偉老師呢 我知道剛才我們一直說的 《冰山上萊克》這部作品 是您最鍾愛的一部電影 我從小就是聽她的歌 唱她的歌長大的 可以說她的音樂 對我現在的生活和工作和事業 有著很深很深的影響 特別是《冰山萊克》這部電影 和我有很不解之緣 從音樂角度來講 我喜歡她的音樂 我是唱著她的歌長大的 從當過兵的人來講 喜歡這部電影 我穿過軍裝的人 後來的工作 我到了民族歌舞團 又是和少數民族在一起 這部電影呢 又是一個民族團結的電影 然後後來 我特別喜歡新疆風格的音樂 也是因為有雷先生的音樂的影響 在不到十年前吧 我就下決心想把《冰山萊克》上的四首歌 一個《高原之歌》 一個《冰山上的雪蓮》 一個《花兒為什麼戰紅》 還有一首《怀念戰友》 我把這四首歌啊 變成了一個族曲 因為我對這四首歌太喜歡了 乾脆我上台唱一首歌吧 不過癮是吧 那我們就從這四首當中挑一首 您鍾愛的送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好不好 我唱第一首《高原之歌》 好 我們又請蔣大維老師帶給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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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到1994年 再去看一看当时克里夫老师的风采 这个歌曲是奥斯伯格民歌 这个歌曲我还没生的时候就有 这个歌曲是昏连歌曲 这个昏连歌曲 昏连歌曲的名字叫《黑眼睛》 《黑眼睛》是王罗宾先生翻译过来的 曲点他一点都没变 但是那就是我的观众是光达的都是我们韩族朋友 但是呢就是我们很多内地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的新疆的可爱 也不知道我们新疆的繁荣 因此呢我在六十年代就开始把维吾尔族的歌曲 那《黑眼睛》演唱《第一人就是我》 谢谢朋友们 第一这个殊荣先送给了您 好 我相信您也是当之无愧 我想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应该为关木村老师了 您还记得在《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些歌正火的那个年代 您是什么时候听到的 或者您知道这些歌的那个空前的反响吗 那时候特火 然后看您的表演演唱 充满了抑郁的风情 谢谢 热情奔放幽默 然后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欢乐 谢谢关老师 那几位年轻人也说说吧 刚刚特别小的时候 因为我因为眼睛比较大 而且以前我小时候头发很长 散下来到膝盖 然后当时我还并不知道克里木老师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我说 你怎么那么像克里木唱的那首 那个打板城的姑娘那个女孩呢 我说谁啊 当时我很小 可能也就上小学吧 不太懂 回家以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妈妈今天因为我在少年宫 我说有人跟我说 那个克里木老师 我说她是谁啊 我说不知道 然后当时我妈妈就买了 克里木老师那个带子 何带 说这就克里木老师 说那首歌一放好听 什么眼睛大 你要嫁给我什么的 就那种感觉 觉得我可能挺复合她那个 所以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就知道了克里木老师 克里木老师唱的歌我大部分都喜欢 而且我都 好多都会唱 都会唱 也是通过 是通过 因为毕竟那会儿年龄小 也是通过克里木老师的歌 我才知道了新疆 了解新疆 然后向往新疆 也通过克里木老师的歌 就已经跟当当民一样 我们就是从小也是听克里木老师的歌 其实你也是粉丝了 我听明白了 对对对对 成长成长为粉条了 粉条 对对对 通过我的歌曲 不是我在说话 我的歌曲在说话 我的歌曲在叫朋友 是 这样的话我就把朋友对一顿 叫完了 这回我在坐在这里呢 中国唯一 再跟那些朋友呢 告诉他们说 我克里木活得挺好的 谢谢朋友们 欢迎我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其实您的歌曲作为一个载体 在跟大家交朋友 在传播这种文化 那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一位 这个年轻的歌唱家 想用他的歌声来表达对您的一份敬意 而且他跟您在春节晚会上 还有个合作 来 我们掌声有请吕薇 来 去 想起了你的改图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你的脸上红一户圆 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你的脸上红一户圆 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想起了你的改图 让我来看看你的眼 你的眼睛在迷糊亮 好想的初步一跪呀 你的眼睛还明有亮 好想的初步一跪呀 想起了你的白头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门 你的美梦的笑唱 好想的手绕的白云来 你的美梦的笑唱 好想的初步一跪 中国文艺周末版 向经典致敬 胡松华 可能提到胡老师的代表作 大家首当其冲的 可能就会说到那首赞歌了 胡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首歌最初登台 应该是在1964年 大兴音乐舞蹈室是东方红上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先把记忆通过一个短片 回到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室 是东方红当中 看一看那时候的胡先生 是怎么畅想这支赞歌的 杀歌的声音乐舞蹈室 布调压来到平安本庄上 高枝金北把站坐巢 这首歌还是胡松华老师自己创作的 是这样吗 当初是这样 我在第四场抗日风火担任松花江上的领唱之一 我们正在那练习 当夜就把我从第四场调到第六场《伟大节日》 来完成新家的歌曲 第二天要求我就交稿 这个歌词是基础了 赶快回去就把歌词写出来 然后到总指挥部批准之后 再回来去赶快扑曲 因为屋里没有钢琴 一边哼一边唱一边写 天亮了 就稿也完成了 定名赞歌我就交给领导审查人 他们高兴的一遍通过 在这首歌当中 在这首歌当中还有一点让很多观众称道 还不能忘记就是其中那个长调的创作 那四句新长调 没词儿的 那个长调是杜撰的 因为赞歌之前的原版它是精细的水旗舞 那个打几羽 你想那个京剧那几 maintenir 相当草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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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完了你就从草原 好像不太搭 这样就促使我怎么样闹后取经 得创造这么一个氛围 然后这一 这个玩儿一出来 这个一听 蒙古族兄弟姐妹来了 我觉得此处必须有掌声 胡老师我们今天 把这首歌送给咱们今天的观众 好不好 好 我们有请胡老师 为我们带来赞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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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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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和我们的凡身解放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 爱 爱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油它叫马医 就是因为在那找到了油了 维族老乡说克拉玛医 克拉玛医 这就是地 这就成了地名了 然后从那才开始成立了一个市 我最早知道克拉玛医这个名字是1956年 我在内部的一个小报上看到一个克拉玛医 大处一个高产有警 有这么一个一条消息 因为我们这个旧社会过来的人 你心里是特别特别的希望国家早一天赴抢 那时候觉得克拉玛医了 所以马上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写克拉玛医之歌 当时就还找了 找了半天找不到克拉玛医 不知道地图上没有这个名字 我当时也不知道克拉玛医在哪 写念写不下去 因为克拉玛医有油了 有油了 多什么也不知道 58年我到兰州去 进行劳动锻炼 我在那劳动那个工地 就是要盖炼油厂 就是现在的兰州炼油厂 兰炼 兰炼的任务就是要炼 克拉玛医打出来的油 我在那才知道了很多情况 就下决心 必须把这首歌切好 在公棚里边两层铺 对面也两层铺 住一百多号人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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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上一躺就是铺 尘土就起来了 后来一个老工人 对我挺好 就把他的自行车借给我了 他在离那大概有那么个 十了公里的地方村里边 他在那弄了一个房子 我就半夜骑着他那个车 他那个自行车呢 是发电的 那时候发电车 是在那后鼓屋上 有一个小电滚 灯的车 那个鼓屋磨着那个电滚 叫 越灯得快 声越大 那个兰州那时候很慌很慌的 是 夜里我都害怕 我就使劲灯 越灯声越大 我一想到有狼要吓跑了 然后我就到他家去 在夜里在他家写 写完了第二天再来上工 完美就这样子 两个多月 这首歌就是在他家里写完的 应该是《功夫之乎有心人》了 带给大家这样一首成功的作品 我到克拉玛依的时候 还曾经碰到过一个 还是个女同志跟我说 我就是上你的当了 我说你怎么上我当了 你写的克拉玛依怎么怎么好 那我来了以后 这特别特别的艰苦 我就上当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他说现在很美好 我就不走了 其实克拉玛依这首歌 李源老师与他也是共命运 经历了痛苦 也收获了幸福和认可 非常光荣 他们给了一个市民的称号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力量 促使我和一个 叫克拉玛依的地方 在感情和心灵上 打了一个死结 这个结一生结不开 他每年只要一有活动 一打电话马上就过去 而且我又给他写新的 没有任何报酬 这种死结本身 它是一种感应 是不可能改变的 大概直到我死亡 我最后可能 说不定还要埋到那里去 我们应该听一听这首歌曲 我们应该在音乐里延续 我们的这份缘分 这份情意 被大家请到的是 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 关木村老师 为我们带来克拉玛依之歌 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个 当年我赶着马去寻找逃避 到这里的独猫我流望过你 温暖的隔壁像无边的花行 我赶紧装个脸像别处道去 阿克拉玛依我不愿意投进你 你没有头没有水连鸟也不飞 阿克拉玛依我不愿意投进你 你没有歌声没有鲜花没有人机 阿克拉玛依拎荒凉的土地 我转过脸像别处去阿克拉玛依我离开了你 阿克拉玛依拎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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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拉玛依和荒凉 阿克拉玛依拎荒凉 阿克拉玛依 阿克拉玛依 我多么喜爱你 你那友情像森林 红旗像千花 歌声像海洋 阿克拉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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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鲜艳 这样雄伟 这样美丽 阿克拉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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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跑进你 我要歌唱你 你是大西北的博士 阿克拉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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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时候 当然可以跟这首歌比肩的 还有一首 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 走上高高的心安岭 当时中央建政共团 两次派我去内蒙 给我的任务 当时就是描写祖国 心底介绍面貌 我当时感到一个 比较非常受启发的东西 就是汉族的很多工人 和蒙族的很多民族兄弟 大家在一起劳动 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主要就是学民族团结 所以就开始写这首歌 用的是蒙族的一些民族音乐 民族音乐的原先是把当地的那种风情 融入在歌曲当中 让大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果说像经典其境 刘元老师的这两首 是最有艺术价值 我到现在都仍然是我 我跟他开玩笑的一个点 我说你别老说我搞流行的 我说我就跟你学的 阿科拉玛依 我不愿意走进 阿科拉玛依 阿科拉玛依 不断重复 那个时候就很流行 它很有律动感 很有扮演 那不是说那一代很多人都能做到的 你像是走过高歌星岸里 他用这种蒙古长调开始进入的 他后边仍然是有起伏 他反映了刘元老师 他的民族音乐的那种厚实的基础 这非常难得 今天也请到了一位歌唱家 他要把这首歌 重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大家有请著名歌唱家王宏伟 为我们带来奏上高高的新年龄 歌唱家王宏伟 啊 高高的新南岭啊 高高的新南岭啊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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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孤独的鸿河伯 deck啊 我在那里荫锅马牛 别面的大青山 大青山 我在山下放过牛羊哦 亲爱的汉族兄弟 汉族兄弟 和我们并肩肩着哟 在那些野草坛上 野草坛上哟 改起了多少场房哟 改起了多少场房哟 走上遮阳 沉沉的山林啊 我听见黄河歌唱了 歌哲马层层的白鱼 我问坚强满的花香 从我的家乡到祖国边疆 都是我心爱的地方 辽阔的祖国所有的民族 像一家人分之一趟 我们大家建设的是同一所有 社会主义大自由 我们大家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同乡共产主义远方 同乡共产主义远方 紧张 禾